旅客們歡慶終於回家 他們是去以色列旅遊的臺灣旅客 十四號凌晨平安搭機回臺 直到飛機降落 抵達國門的那一刻 心裡的恐懼感才總算卸了下來 資深旅遊作家許浩平帶領三十位團員到以色列游玩 卻沒想要入途中 卻遇到戰火 就在參加祝彭節儀式的隔天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就開火 事後得知當時的位置受到攻擊 滿目瘡移 在途中經過邊界時就能聽到槍砲聲 甚至到古蹟參訪時現場音樂還特別大聲 就是為了掩蓋砲彈的聲音 避免遊客嚇到 而市區街頭也能看見支持巴勒斯坦的民眾 在示威遊行 戰爭導致航班大亂 他們還差點沒有回家的即位 經過協調三十二人的旅遊團 九名團員已經搭機回到美國 以及香港 剩下二十三人平安抵達臺灣 結束這場有驚無銜的旅程 三天新聞 張露傑 黃正傑 桃園長報道